中文字幕提供 很高興能夠在風光明媚的平斯海灘跟大家見面 來到尼維斯島之前 我就聽說這裡深受遊客的喜愛 今天實地拜訪 果然名不虛傳 和社里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一樣 臺灣也有豐富的觀光資源 最近幾年外國旅客持續增加 所以我們很榮幸可以來交流觀光發展的經驗 並且一起來執行海岸景觀公園的這項合作計畫 我非常同意 觀光的發展不只是要追求短期的獲率 更要確保長期永續的發展 這項合作計畫兼顧了環境友善 在地參與跟永續設計的理念 整合各界資源一起投入 可以說完全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 另外 準備要開始興建的公園 也有一項特別的巧思 就是把臺灣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兩國小朋友彩繪的國家圖像 製作成馬賽克碧磚 未來這個嶄新的公園 將成為我們深厚友誼的見證 這次的來訪 除了是中華民國臺灣的總統第一次來到尼維斯島 我們也特別邀請臺灣的觀光旅遊業者組團前來考察 展望未來 我希望我們的合作越來越密切 觀光上的往來也越來越多 最後 我要再一次謝謝布蘭特立行政首長閣下的接待 預祝海岸景觀公園的工程順利 尼維斯島的美麗風光 也能被更多的臺灣 還有世界各地的旅客所認識 謝謝